好 我們現在要先探討 這個綠營他們曾經誇讚 這個布桃的清理方式和當年SARS 是不一樣的 因為當時和平醫院是封院嘛 那和平醫院他封院之後呢 他是只進不出 但是布桃呢他是只出不進 好 兩個是相反的 所以綠營就認為說 這個後者好像比較高明 而且比較近乎人情 結果呢 現在是釀成了一個大破洞 因為不小心就這麼放出了確診的病患 好 那議員會不會覺得 指揮中心是不是 誤判了當時整個的情勢呢 第一點我覺得要特別強調的是說 現在民進黨政府一直拿 當時和平醫院的SARS 跟這次的COVID-19去做比較 但是呢 其實這是沒有意義的 這是一個轉移焦點的方式 我們首先要看一下SARS的致死率 跟COVID-19的致死率 本身就不一樣 SARS的致死率高達10%左右 那現在COVID-19大概是2% 3% 當然是因為這17年來 各種醫療技術都在改變 民眾的警覺心 對於公衛的了解程度 也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我們面對這樣子的疾病 我們是可以更好的去管控 那所以說 如果今天我們回到和平醫院 當時致死率10%的狀況之下 哪一個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還敢讓可能有確診的人 再回到他自己的家裡去隔離 負擔會傳染給他家人 甚至確診者可能到街上 爬爬灶的這個風險 讓這樣子的一個疾病再傳出去呢 所以這次之所以他們能夠做 所謂的這個指出不進 是來自於這個時間 過了17年 然後再加上疾病的致死率相對比較低 確診者大多都是無症狀 他才能夠這樣子做 但即便是如此呢 這一次所謂的指出不進 還是在有一些確診者 他我們找不到感染源的之下 被發現了 所以有些代表說 所謂的指出不進 還是沒有辦法把這個細縫去填 填補起來 真正你應該做的事情是 透過這個適當的採檢 讓我們知道說在這5000人裡面 他們的身體狀況是怎麼樣的 我們都知道在美國 或是其他國家裡面 很多他可能是確診者 他沒有症狀 但是他的身體上面 有可能也產生一些 不可復原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篩檢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說我們要篩檢出來 5例 10例 100例 造成大家的恐慌 而是我們必須要面對事實 並不是說 只要這些確診者是無症狀的 你就隔了14天 意圖可能等到他 病毒量已經低到 甚至是檢驗不出來的時候 再去幫他採檢 然後做出來結果告訴他說 這些人身體都很好 沒有得過病 我又必須要再講一次 在這個丹麥籍 有一個境外的案例 他是12月30號 就到台灣了 1月14號的時候 已經14天 檢疫期破了 也出來了 15 16 17 18 19 20號 都在外面爬爬 他20號的時候 為了要回丹麥 所以要拿到陰性的檢測報告 到了醫院去聽 他的確診結果 才發現說他也是一個確診者 這個案例竟然被我們指揮中心列為境外 所以他各種的足跡也沒有去特別的公佈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判準 是不是也用在這一次不逃 這麼嚴重的一個事件之上 我們就會發現 陳時中一直講說 這只是一個小縫隙 小縫隙 可是從原本一開始 如果你就篩檢2500人 而不是一開始說2500 後來改成400 那你第一圈 你就已經可以把防護網 做到一定程度以上 瞭解現在不逃的狀況 就不會到現在還要去追回 5000人 甚至還因為他一直不去講 所謂北部醫院是哪裡 這是他追回的對象 包括了從1月6號到19號 可是我們知道12號的時候 指揮中心就已經開記者會 說明這次不逃的第一例的狀況 所以12 13到19號這幾天的時間 如果你有把北部醫院公佈出來 是就可以減少很多病患 做不必要的醫療行為 就不會再去不逃那邊了 現在也不需要 再被你追回來去做隔離了 所以我覺得這整次的狀況 這個所謂的縫隙 反倒就是被指揮中心 自己越敲越大的 好沒有錯 因為我們再看這個 24號晚上的時候 指揮中心才宣布 部桃這個全院 都是列為紅區 然後包括要擴大到5000人 都要隔離 但是我們看到市長鄭文燦 他早在21號的時候 他就說了 說住院轉院的患者 還有陪病的家屬 通通都要居家隔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指揮中心是整整慢了市長 72個小時 現在很多人就質疑了 但你指揮中心在這波疫情 你是不是真的太過自信 輕忽了呢 但是我們陳時中他怎麼回答 他說你任何人要來檢討我 本來就應該 但是議員怎麼看這句話呢 我想確實是慢了鄭文燦72小時 像這像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在地方 縣市的話 首長都會特別的在乎 也會特別的謹慎 我可以同理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台北市 也會第一時間 希望可以祭出最嚴格的手段 避免這樣子的一個疫情 再往外去擴散 但是地方畢竟並不是指揮中心 我們是要聽從指揮中心的一些指定的 所以陳時中怎麼看 會比鄭文燦還要在更重要 在政策的決策上面 也因此 這個在鄭文燦講完之後 其實指揮中心並沒有 就馬上去啟動這樣子一個動作 還等了72小時之後 才說要追回這5000人 所以讓大家等於是投下一個 相當大的一個震撼彈 很多人深夜突然接到了這個通知 說他要去被隔離 但他也覺得非常的意外 因為看到新聞本來不是還好好的嗎 怎麼會突然要叫我也要去隔離了 那大家不要以為說隔離 就只是在家裡而已 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就想像一家四口好了 有其中一位要隔離的時候 你要選擇這一個人 去外面住14天的檢疫旅館 或是你家其他三個人出去住 你這四個人是不可以混居的 否則你可能會把這個疾病 傳給你家其他三個人 而且他們平常還有在正常上班 所以這個會造成 每一個家庭相當大的負擔跟困擾 所以應該要謹慎使用這樣子一個工具 那就是因為晚了這72小時 所以本來只需要少少的 採檢2500人 可以了解初步的狀況 現在變成要追悔5000人 所以陳時中他講說要檢討 我本來就應該 他們應該就是要聽盡大家的 雅言建議 可是你看到之前楊智良 講了很多建議的時候 這個建議或許是不合指揮中心 不合民進黨政府的耳朵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一個力道 在追殺他 在打擊他 結果楊智良他本來講說 如果不去做嚴格處置的話 可能不討的問題會越來越大 這件事情也發生了 然後楊智良才被他說 哎 你是先知嗎 可是陳時中當時在被問到 楊智良的事情的時候 他有查那雅言嗎 他說的四個字叫做無言以對 無言以對是一種查那雅言的方式嗎 我是還蠻不能接收的 接下來秋暑也提供了四點建議 然後就開始被追到說 你們以前SARS怎麼樣 17年前民黨執政中央執政的一個成年就案 意圖來攻擊對他們提出建議的人 所以你會看到 對他們提出專業建議的人 幾乎都是被大力抨擊的 很多的專家學者 現在只敢以匿名的方式 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是一種接受檢討的態度嗎 這是一種查那雅言的態度嗎 我們會發現說民黨政府他說的 有時候陳時中講的 好像他是一個很能夠接受建言的人 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可是跟他們團體 站整個民進黨政府一起做的 完完全全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沒錯 我們真的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阿中部長 他雖然說你可以來檢討我 但是當上是我們這些防疫的專家 這些已經有過先前SARS的經驗 的這些專家提出的建議 但是他都是沒有怎麼樣去聽取的 甚至他們還被網友出征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看出來 大家自己心裡就一把尺到底 我們的阿中部長有沒有辦法這樣子接納雅言 好 我們非常感謝藝人撥控 跟我們視訊 非常感謝您